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8月11日 星期三 這一節要跟大家 繼續揭露中方有視憤怒 這個國家真的充滿著憤怒 每一樣東西都能夠令他憤憤不平 到底 怎樣才能夠令到他 可以 就是 放下他的憤怒 其實你會發現 你要列一個清單出來 不激怒大陸 那就是寧寧可數 你要列一個 中共 會憤怒小粉紅會憤怒的清單 那個清單長得 看都看不完 這個就是中國大陸特色 這節要說的是中國大陸 也是非常之不滿 這個 立陶縣竟然在台灣 立陶縣竟然在台灣代表處 台湾在立陶縣 切 駐立陶縣台灣代表處 大家都知道是甚麼了 胡切代表處 中方非常之憤怒 於是就召回 駐立陶縣的大使 換句話說 別人跟台灣建交 你就跟 立陶縣預備斷交 那就好 那就符合一個中國原則吧 我們一向都這麼說 一個中國原則 就是中華民國 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件事就很容易解決了 其實一個中國 有很多概念就是 一個人 是人為定出來的 一個中國的概念 就是中國共產黨為了 想消滅國民黨 拿來台灣 原本不是想拿來台灣 但是想消滅國民黨 國民黨退去台灣 台灣就變成了 神聖不可侵犯的一部分 假如如果當日不是退去台灣 退去其他地方 那部分 也會 不知為甚麼 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大談一個中國原則 其實整個所謂一個中國原則 就是共產黨發明出來的概念 根本這個概念 從來都不存在 所以這個世界有很多概念是人為的 包括我們第一節所說 有些政治人物覺得 我沒得參選政治 政黨就不存在了 這個絕對是歪理 這個世界有很多政治組織 很多爭取民主的人士 不會因為他沒有得參選 令到那個運動和政黨終結 這個絕對就是香港 的一班 垃圾政客發明出來的概念 亦因為說得太多了 深入了香港人的民心 以為覺得不參選 那個不是叫政黨 這個看法 真的非常錯誤 還有一種 政黨 那個絕對是政治組織來的 絕對是政黨 那個 不需要參與選舉 那個我告訴你 那個就叫做革命黨 包括你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共 中國共產黨 其實也是一個革命黨 國民黨不用說啦 國民黨也是啦 國民黨不會因為我沒有得參加 滿清 晚清的選舉 沒有得參加 王族內閣 我覺得政治生命完結 沒有這件事 從來也沒有 不知為何香港太多潛建了 香港有很多 概念 有人為 刻意製造出來 目的就是想混淆 大家的視聽 所以這件事就不能夠接受 不能夠像中國大陸 自己去建立 他自己 為了符合他的政治需要 而強制 加給你的概念 這件事 要拔除可能很困難 可能從小聽到大有些事情 包括你是中國人 你是中華文化長大 不可以不認自己是中國人 之如此類 首先 第一 我們認為 我們不認自己是中國人是沒有問題的 現在 所以你已經很成功把這個概念擺脫了 你去到全世界 你都告訴 所有其他人 我們是香港人 現在你多了重身份 可能你將會是英國人 但是他也知道你說你是香港人 是甚麼意思 這裏比我們想像中是非常之更加了解 香港發生了甚麼事 當然一個細節 他們不知道 各位的責任就是去到外國 將我們的訊息 你做的工作很重要 你是帶著訊息 你要把那個訊息傳遞去 傳播的訊息 很重要 所以大家記得要做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 一個訊息 一大堆訊息的一個載體 當然我們是媒體 訊息 載量當然是大於一般普通人 所以我們 換句話說 你的能量越大 你能夠承載的訊息越多 你的責任就越大了 我們認為 一個國家的大小 不是最重要的 大家再看一次 立陶宛多麼勇猛 立陶宛 人口很少 立陶宛全國的人口才只有280萬 換句話說 你香港人 黃絲帶 反對香港政府 反修例的人 參與時代革命的人 其實 你已經等於 立陶宛的國家的人口 所以真的不要封閉自己 告訴你 沒有國哪會有家呢 不能夠這樣 人家有200多萬人 也是一個國家 為甚麼我們有600萬人 700萬人 不能夠自己一個獨立的國家呢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為甚麼這個邏輯會成立呢 首先人數上 你絕對可以成為一個 獨當一面的國家 立陶宛已經告訴你了 立陶宛也不會因為他是 小國家 害怕中國大陸 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他夠小 跟中國大陸 生意來往有限 坦白說他跟台灣 也不算是有很多關係的 但是 他跟台灣 一直 也是有交流的 包括中華民國政府 跟立陶宛 一直其實也是有關係的 包括在冷戰時期 中華民國沒有承認過立陶宛 以及波羅的海的國家是蘇聯的一部分 立陶宛的人 對台灣 這種看法 是非常感激 同樣地 立陶宛今天也就是 嘗試簡化移民程序 幫香港人提供 這個渠道 所以大家 不妨放寬那個視野 其實 細心一想 有機會 將來 香港 不知為甚麼 成為了一個 國際未必可能全部承認你 但是你可能變成一個 獨立的政治實體 可能跟你建交的就是立陶宛 甚至乎我們想像得再闊一點 現在反抗的人 包括緬甸的人民 還有白俄羅斯的朋友 有機會 可能這些就是變成了 他日 香港可能是 成為一個國家的時候 就是最重要的邦交 中國大陸也因為立陶宛 支持台灣 索性把 這個 代表處 中方的大使駐立陶宛的大使 索性把他召回 換句話說 中方的行為近乎是跟立陶宛 等於斷交 實際上 他不是跟立陶宛一個斷交 他實際上 等於跟全世界絕大部分的國家都是斷交 而 美國 反而是最曖昧的 美國 就是知道要跟中共來一場硬仗 但是美國 美國也是一個 不是一個人的國家 代表著很多不同的團體 不同的勢力 他也不會一刀切 就說要跟他斷交就斷交 事實上 美國要 跟中共 完全切斷所有關係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畢竟大家做了生意那麼久 其實那個利益 可以說得上是千絲萬縷 這就是為甚麼美國要跟中國大陸 切割的時候 那麼痛苦的最根本原因 相反其他小國 反而完全不會射中國大陸 無論你多憤怒 你怎樣推出反制裁法 之餘此類卡利克拉國安法再加上 甚麼靠差事解放軍也沒怕過你 人家立陶宛 是在蘇聯老大哥手上走出來的 你老大哥也沒有對付到他 你這個東方的國家 一個那麼貪腐的垃圾國家 你走去恐嚇立陶宛 立陶宛說我沒怕過 你放馬過來吧 立陶宛人口比我們香港人更少 立陶宛需要幫忙的時候 我們第一時間義不容辭 就去立陶宛幫忙 甚至乎 有機會 大家又幻想一下 可能 最需要跟香港人共建聯軍的 會變成立陶宛也不奇怪 因為現在台灣的取態 也是 很曖昧 反而 令到 英國 澳洲 日本 這些國家 凸顯了他們非常強硬 當然這個也跟早前說 武漢肺炎 是有很直接的關係 所以我們可以做的事其實有很多 不過全部都需要時間 就算你真的移民 英國也好 移民 立陶宛也好 你也需要時間 你也需要 去融入那個地方 成為那個地方的公民 再跟他攜手 繼續圍堵中共 這是一場 很大的工程 需要大家基本上是全民參與才行 我們做的事也是 一步一步地做 我們在 嘗試努力一點 做多一點生意 有些業務 能夠維持到就繼續做 能夠 幫大家 創造少許就業機會 目的 最終當然也是為了 香港人的生存 因為 一個企業 和一個族群 其實是很類似的 當然香港的企業是很扭曲的 因為商業社會在壓榨市民 但是正常來說 一個企業 的求存 就跟一個群體 一個族群的求存是一樣的 換句話說 你撇低了香港來說 正常來說 一個組織 一個團體 一個商業機構 就是為了可以繼續延續自己 而存在 所以香港人必須要繼續生存下去 生存下去也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你不能夠來不做事的 你一定要 需要有些事情去做 包括 那些 手足也好 前線也好 你也不能夠不工作的 其實你在這個地方 在做難民 到最終 你其實一定要 在這裏工作 因為我們是為了 未來 而繼續努力 不是 是為了過去 我們今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下次講一下的話題 拜拜